各位同學們好 這次會為大家介紹一下 Paper Chromatography Paper Chrome 或者 PC 的做法 一般我們在實驗室 我們會先預備一個比較巨型的 Beaker 一般都是用 600 cm³ 或者是再大一點 一個Liter 的 Beaker 然後我們會預備一張長方形的 Filter Paper 長方形的 Filter Paper OK 它的本質是一張 Filter Paper 但我們平時看到的 Filter Paper 都是圓 所以它是特製的 或者有些人會叫它做 Chromatography Paper Chromatography Paper OK 一張長方形的 Filter Paper 質地是和 Filter Paper一樣的 如果完成了整個 Paper Chromatography之後 這一張 Filter Paper或者是 Chromatography Paper 它會叫做 Chromatogram Chromatogram 完成製成品 叫做Chromatogram OK 好了 那在 Filter Paper 我們需要用圓筆 我們需要用圓筆去畫一條線 OK 用圓筆去畫一條線 記住 記住一定是圓筆 不可以用墨水筆 原子筆等等 最主要就是圓筆裡面的 Graphic 是不會融到下去的梳粉 OK 不會融到下去的梳粉 所以就不會帶來一些錯誤的訊號了 這條線我們叫做Base Line Base Line 底線 簡單來說就是一個起點 好像賽跑的起點 然後我們可以透過用Capulary Tube 那支毛細管 Capulary Tube 我們就點一點那個 mixture 在裡面 OK 點一點mixture 那這一點呢 就最好是Concentrated 越濃越好 但是呢 就要越細越好 OK 如果想個效果理想的話 就越濃越好 越細越好 那所以很多時候呢 就用一支Capulary Tube 點了下去之後呢 就吹乾它 點一點 吹乾它 點一點吹乾它 這一點點 那這個mixture呢 就會做到是Concentrated 還有呢 是一個細點了 然後呢 我們會放一個 Solven下去 OK 我們會放一個 Solven 那這個Solven 留意一下呢 他們的高度 這個Solven 是不可以碰到 那個氣點的 即是說呢 那個Solven 又要碰到 那個 Putter Paper 但是呢 又不可以 遮蓋到 那個mixture 和那個 Base Line 的 OK 很高難度的 然後呢 然後呢 那整個Baker呢 我們需要呢 是找一塊的 Watch Glass 蓋緊 Watch Glass 蓋緊 它 那 即是說呢 那個Felder Paper 又要垂直 吊在這裡 那所以呢 很多時候 有些人呢 就會是 找一些方法呢 去 穿過那個 Felder Paper 有個洞仔 用條繩吊著它 找個Watch Glass 是夾緊它 那令到呢 整個的 Beaker裡面呢 就充滿了 這個Solven 的Vapor Solven 的Vapor OK 那個效果 就會更加理想了 那這個Solven 有名的 我們就不會 就這樣叫它做Solven 那就會叫它做 是Developing Solven Developing Soven OK Developing Soven 那這個Solven呢 我們在DSE呢 就很多時候 都會用一個 混合 就是 50% Evanol 加多 50% 水 OK 那它既是Polar 但是呢 就不多不少都用到 一些 一般的 一般的做法 就是這樣 那當然啦 不同的Solven 效果就會很不同 OK 好的 完成之後呢 我們已經設定好 要等時間 等什麼呢 就是當這個設定好 就會塑上去 Filter Paper 上 OK Developing Soften 會塑上去 Filter Paper 上 就會帶動 這個mixture 裡面的 不同的component 就好像跑步 有一點 走得快一點 走得快一點 就跟著梭粉衝高 慢一點的那些 就會是低一點的 直到什麼時候完 就是直到若膜 梭粉 梭粉 就升到某一個長度 我習慣 梭粉 是升到 若膜起碼是 70% Filter Paper 70% Filter Paper 起碼 越高越好 但不能過濃 不可以去到頂 去到70% 左右 那就OK了 我們完成的時候 我們立刻 就要看看 梭粉去到哪 因為是終點 所以我們要定 到終點線 這個終點線 我們會用一支 原筆 去畫一畫 那個線 畫之前 當然要先乾 那張 Filter Paper 先 這條線 我們叫做 Solven Front Solven Front OK 如果我們找到 這個Solven Front 一般來說 那些的點 已經可能 是分開了 不同的長度 OK 之所以 是需要 越長越好 Solven Front 越高越好 就是它有足夠的距離 去讓這些 不同的 操作 去跑 去走 OK 而走到 差不多 它們分開 才會是明顯的 OK 好像跑100米 和跑200米 很明顯 100米 大家衝中點的 差距會近些 200 就會拉遠了 OK 道理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 去看這些點 我們可以猜到 這個Mixure 有幾多個不同的 component 譬如你看到三點 即是有三個component 起碼 如果你看到 可能是有一點的 它就很純 這隻不是Mixure 是一隻純的component 所以 你可以利用這個點 的數目 來測試一下 究竟Mixure 是不是純正的 這裡有幾樣東西 我想提 每一次 做任何 chromatography 我們都需要 問一問 這個問題 究竟哪一個 是stationary phase 而哪一個 是mobile phase OK 哪一個是stationary phase 哪一個是mobile phase 那是stationary phase 其實是那張的 filter paper OK 那張filter paper 或者是chromatography paper 而mobile phase 就是那個 developing software OK 就好像跑步我們穿鞋 上次上一段片的 比喻 那雙鞋 呢 就是 developing software OK 好了 那這個非常重要的 那我們怎樣處理一些 data呢 我們怎樣處理這些data呢 是不是就這樣去看它的長度就算呢 那其實不是的 那當你完成了這個chromatography之後呢 那張的chromatogram呢 你會做了幾樣東西的 OK 你會做了幾樣東西的 那第一樣東西呢 就之前先定了那個的baseline baseline baseline OK 那另外呢 那你畫了一個的solvent front solvent front solvent front OK 那你需要呢 就用把間尺呢 去量度這兩個的距離 那這兩個距離 是in cm的 那我假設這個是l這麼多的cm OK l這麼多的cm的 那然後呢 假設那個mixture 就分了做3點1 2 3 而這3點呢 分別叫做 A B 和C OK ABC 那 那假設這個長度 A的中心點 和Baseline的距離呢 是l A OK 如此類推 B中心點 和Baseline是l b c 是l c OK 那有一個很重要的數值 我們需要認識的 這個數值呢 簡稱rf rf rf呢 就是 不同的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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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有一個特定的RF 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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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就是LA over L,是一個這樣的分數 當然我們平時會把它變成小數 這個小數是零點分數 我們選擇兩個小數位就夠了 OK, 一定是兩個小數位 兩個的 decimal places OK, 如果我們要認證 究竟A是一隻什麼的 compound 只需要我們計算到這個rf value 然後再檢查那個databook OK, 檢查那個databook 我們就知道 究竟相對在這個 solve 中 這是一隻什麼的 compound OK, 同樣道理 如果我們想知道B是什麼 在這個 solve 底下 這個 B 的 rf value 究竟是多少 查回 databook 我們就知道 B 是一隻什麼的 compound 除了查表之外 查數據 還有一個方法 我們都可以 做了這個類似這樣的 Chromatogram 這次我們需要用一個大規模的做法 我們不是用長條狀 我們要用方形的 同樣我們畫個 baseline 那這次呢 這個 mixture 是怎樣在 baseline 旁邊 假如我知道呢 我們懷疑裡面有A compound B compound C compound 而在譬如我們又想試一試 會不會出現了D compound呢 OK, 那我們可以找一個 standard 的 A B C 和 D OK, 那大家呢 就和那個 mixture 鬥跑 好, 那當然呢 那當然啦 在疏分 front 去到差不多的時候呢 mixture 已經分了做 可能 之前我們看過的三點 那然後看一看 A B C 和 D 的位置 OK, 那假如 那個 mixture 是有 A 那應該它和 A 那個 rf value 是一樣的 同樣 B 和 C 都是一樣的 而 D 那個 rf value 呢 應該是 不會在這個 mixture 那條跑道裡看到的 OK, 那我們就可以透過 比較 那我們就可以找到 究竟那個 mixture 呢 有些什麼的 compound OK, 拜拜